最后一节 人家说 什么运很重要 可不什么人带给你的运更重要 Who luck versus what luck 有一本书叫做Good to Great 我觉得所有的人 特别如果你当领导的话 都应该看的这本书 Good to Great 他叫Who luck versus what luck 这世界现在流行一种讲法 什么讲法呢 他说所有动物的灭绝 都跟人类有关系 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讲法 对不对 都是人造成的 所以什么东西灭绝 所以不要吃鲨鱼 你看你吃鲨鱼 还有鲨鱼灭绝了 是吗 我说我对这个看法有一点保留 为什么有一点保留呢 两个原因 有一些动物 你真的要它灭绝 你灭不了它 比方说细菌 细菌是动物对吧 有些人讲病毒不是动物 所以不是生物 所以这个细菌你要灭掉 那蚊子你要灭掉它 对不对 灭得了吗 灭了好几百年都灭不了 苍蝇你要灭得了吗 苍蝇也灭不了 哎呀 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里头 老鼠你想灭它 你灭得了吗 灭不了 我们想灭都灭不了 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第二个原因 人类有一门功夫 是其他的动物学不来 或者学得永远没有这么好的 那是什么 分工 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分工的世界是怎样吗 早上起来你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如果没有分工 你第一件想的事情早上起来 吃早饭 吃早饭 饭还得自己弄 那米要自己种 吃火腿要去先把那个猪给抓下来 才可以制成火腿 对不对 香肠那个鸡蛋 你还要找那个鸡 对不对 那你好不容易 你吃完早餐了 你就累死了嘛 就睡觉 睡醒了就想什么 吃午餐 然后你就找午餐 要自己弄 自己抓 自己补 那是没有分工的世界 然后好不容易 就吃饱了 睡着 起来了 你会做什么 晚餐 那会有富裕吗 不会有富裕 对不对 你天天忙着吃饭的事情都已经忙慌了 是不是 而当我们人类会分工的时候 我们就肯定不要对方完蛋 他煮我的饭 他煮饭比较厉害 我帮他做衣服 我会把他杀掉吗 我把他杀掉 我就怎样 没饭吃 那他会把我杀掉吗 他也不愿意把我杀掉 他把我杀掉的话 他就没衣穿 所以在分工的世界里头 一般上人是不会自相残杀的 而所有的动物里头最会分工的就是人类 人类不单只是跟自己分工 还跟别的动物分工 我养你 你给我生蛋 你给我肉吃 我养你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世界上人吃一个猪 一只猪 跟老虎吃一只猪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哪里不一样呢 老虎吃一只猪 世界少了一只猪 人是一只猪 世界会怎样 多了很多猪 因为我们要养他们 所以当然要脑袋 还有眼光比较好 智商比较有的人类 才懂得怎样分工 有很多人不大懂得分工 所以他只会跟别人活在竞争里头 对不对 那你想跟别人分工 别人未必要跟你分工 你去哪里找人来跟你分工呢 所以以前我说 这个孔子说话挺有意思的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不是说孔子威严大义吗 就乐乎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亦乐乎 因为进出都找不到朋友了吗 只好远方的朋友 所以远方的朋友 远方的朋友也是好了 进出没找不到朋友 找远方的朋友 所以才叫不亦乐乎 对不对 所以这个热夜虫光 这是我另外一个喜欢的 那个虫子的上头 你看到一个人 他在做同一件事情 一直在重复的做 It's a luxury 对不对 因为如果没有人 帮我做其他的事 我不可以待在家里 一直画画 我得有人给我煮饭 所以这个热月虫光 代表的就是 跟你招引到好的贵人 和你合作的意思 那我们的公司呢 直播跟你说 我这个叫做 退影江湖 11年了不见客人 直播由Mr.Kan做 然后也有Mr.Kola做 Mr.Kan 简懂呢 他星期四和星期五上直播 可乐呢 他每个星期一上直播 对吧 还有有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70多岁的老先生 跟简懂一起 星期二上直播 有朋友问我 他说你什么东西都让他们做 你不怕他们取代你吗 你知道吗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任何一个人 你只可以取代他的工作岗位 谁可以取代李光耀先生呢 你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当上总理 但是你永远不能够取代他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现在的李总理 李显龙 对不对 你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但是你不能取代他 特别如果他做了伟大的事情之后 他的功劳还有他的印象会永远留在人的心里头 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另外一个人的 那我说呢 我告诉这朋友 我们做领导的只可以想好这个大方向 小事情做错了 明天修改 对不对 大方向一定要正确 大方向是什么 我可以选择 我在团队里头找一些 很笨很蠢很平庸的来 我可以好好的控制他 结果变得我必须永远的控制他 或者在我的团队里头找到一些才德兼备 非常厉害的人 到底我哪一个大方向 我的团队有机会出人头地呢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对不对 我们必须把握我们所有的资源 那他除了我们公司里头 其实在疫情期间也得到世界上不同的人的资源 比方说英国 Palmol 那个是品尝红酒很高级的地方 跟你说 他看Long Perry是sponsor 所以让我们在那边做展览 英国的博明汉大学 还有英国的伊林制片厂 伊林制片厂比我们的新传媒还要牛 它是全世界到现在为止最古老的制片厂 在槟城我们有Jipson 他帮我们做这个廊外油画 在这个最古老的这个卖麻油的地方 异乡 所有做月子的女人在槟城都会买异乡的麻油 对不对 你也在赛马场做了这个画展 还有这个在Cudeta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知道 这个巴黎的Cudeta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当地人 他在那边帮我做这个画展 还有在老窝把我的画拿到西马拉雅山 全世界最高的山 山脚下做这个画展 我们看看这个音 因为我很喜欢画这个音 可是很少华人喜欢买这个音 因为他觉得很凶 我告诉你才得兼备的人 看起来都是很有杀伤力的 因为你感觉他可以分分钟的取代你 可是当周文王梦到飞熊的时候 你知道飞熊有多可怕吗 熊会吃人对不对 但是熊很慢嘛 他走路 可是这个不是普通的熊 他还长翅膀 他还能飞了 你要逃到哪里去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飞熊 他梦到之后 结果他遇上了江子牙 帮他把这个江山 打了八百年的周朝的江山 所以有这个看起来 很杀伤力的动物 其实他是圣主得贤臣的征兆 所以我画了很多 一些比较凶猛的情类 那在现实的世界里呢 阴跟孔雀是不会和谐的在一起的 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头 老阴跟孔雀可以的和睦共处 是吧 接着这个我是正在创作到一半 最新的创作是金鹅蛋文 不是有一句诚意和一个故事叫做杀鹅取软吗 有一只鹅生的是金蛋 所以他要一下子把所有的金蛋拿到 所以他把鹅杀了 把里头所有的蛋取出来 结果鹅死了以后还是给他生金蛋呢 没有了嘛 是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养而得软 养好我们的那些团队的人 他会不断给我们下金蛋 好 还有最后一章画给大家看的是群龙无首 群龙有道 群龙无首听起来有一点点不大吉利 没有头的龙 是不是 但还要拿到长城上面去 可是在《易经》里头 群龙无首知代表吉利的谣词 所以我在手下面写了一个做传篇 叫做群龙有道 为什么这一群的人在一起 他好像没有领导 却过得很好 却把事情做得很好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道 所以这个群龙有道是这样的意思 这一群人在一起